我們看這一題 它以知某行星 它的半徑是地球的兩倍 然後平均密度跟地球一樣 如果地球上有一個人 他的重量是80公斤 是等於80公斤重 所以他的質量是等於80公斤 那麼這個太空人登入此行星的表面 則下列敘述何則正確 我們看一選項 太空人受力是不是160公斤 我們曉得 這個太空人所受的重量 是等於R平方分子G 大M的小M 這個太空人質量當然是在地球跟 那個行星上面是一樣的 所以是常數 所以它是跟什麼 跟它重量跟R平方 星球的這個半徑 分子M 星球質量的長徑比 我們曉得這個星球質量是 跟什麼長徑比 跟它的體積 它體積的話就跟它的那個半徑的三次王 還有密度長徑比 那三次王約掉 兩次王 所以這個等於R 也就是說它的重量跟星球的密度 還有星球的半徑成體 但是呢 星球的密度跟地球一樣 所以這個跟R是長徑比 在地球上面是80公斤 那也就是說 W' 比上W 是等於R' 這星球的半徑 除上地球的這個質量 地球的半徑 講錯了 這個 這是R' R' 比R' 剛好是兩倍 所以它的那個重量 變成多少 兩倍的LU 它在地球上面是80公斤 80公斤重 所以這只能160公斤重 這是A顯像 A顯像是對的 再看看這個V V顯像的話 它說質量呢 軟微80公斤 這個對啦 結果說 因為我們曉得這個W 是等於那個Mg 那M8乘以多少呢 R' 平方 Z' 大M 這個是一樣的 只是說這個變 這個我們剛剛的話 算一算的話 跟什麼 跟這R是乘算的 所以它的質量呢 是沒有變 但它重量變了 為什麼 因為重力交換度變 這裡的重量交換度 跟R 是乘算的 為什麼 因為這M的話 跟R三次方的話 乘算的 因為地球跟 行星的這個 那個 密度一樣 所以這個跟什麼 跟這個M R乘算的 那M的話是常數嘛 所以這個就跟R乘算的 是這樣 好 所以 我們看這個V V是對的 質量的話沒有變 再我們看C C的話它說 太空能扔瘦80公斤 扔尾80公斤 總之錯啦 它重量的話已經變成原來一倍 為什麼 因為它的重力長 重力交換度呢 變成原來的 原來的兩倍 所以增加一倍 所以這C是錯的 再來我們看看這個D D的話它說 太空能質量 160 是錯的 質量沒有變 太空能質量 40 這也錯的 質量沒有變 都是80 所以這題答案應該選 A跟D 對